说到出轨,很多人会想到男人,但出轨从来不是男人的专利,女人也会出轨,很多女人出轨,当她们的出轨对象被发现时,人们会发现她们的出轨对象往往都是熟人,那么女人出轨为什么喜欢找熟人呢? 下面我们看看过来人是怎么说的吧,变心是本能,忠诚是选择,很开心你能来,不遗憾你走开 大家好,欢迎收看心灵奇旅 一,女人出轨为什么喜欢找熟人 三个出轨女人说了大实话 林妖叶女士,熟人比较知根知底 叶女士说,我的出轨对象就是老公的一个朋友,因为我老公经常叫她来家里吃饭 我跟她很熟,有时我老公忙着出差,当我觉得很无聊很孤独的时候,就会叫她陪我出去吃饭,叫她陪我逛街 我们认识很久了,我对她知根知底 所以和她在一起我也比较放心,因为我知道她的为人 我之所以出轨,是因为我老公把整个心思放在工作上,她根本就没有时间陪我 我也需要在情感上找到寄托,所以我才出轨了她的朋友 如果让我找一个陌生的出轨对象,我心里会很没底 我会担心这个陌生人是否可靠,但老公她那个朋友我们相处过许多次 我对她真的非常知根知底,所以我很放心 02,胡女士,熟人容易日久生情 胡女士说,我出轨的对象是我朋友的哥哥 我和我朋友感情非常好,所以我也经常和她哥哥一起玩 刚开始还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日子久了,我发现自己渐渐对她有了感情 就很喜欢和她在一起 心情不好时就很喜欢和她分享 每次见到她我都觉得心里很开心,很喜悦 渐渐的我就喜欢她了 我就瞒着我老公,偷偷和她在一起了 熟人就是很容易日久生情,相处的时间多了 总有一些异样的情愫在心里产生 当初我也没想到自己会和她在一起 但感情来了,挡也挡不住 03,方女士,容易拿熟人和老公做对比 方女士说,老公的哥们很多 她经常带哥们到家里来 有时候,我忍不住拿老公的哥们和老公做对比 渐渐就会发现她的某个哥们还没有结婚 但比我老公有责任心 比我老公长得高长得帅 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当初我会看上老公没有看上她的哥们呢 我和老公结婚后才发现她的哥们比她好太多 有了对比,心里的天平就容易倾斜 我后来就渐渐喜欢她的哥们 我老公很爱喝酒 可她的哥们从来都不沾烟酒 我觉得这点非常难得 我老公很爱花钱 而且经常在网上和别的陌生女生聊天 可她的哥们很洁身自好 虽然没有女朋友 但也不在网上随便就和别的女孩子聊天 我老公经常不尊重我 可她的哥们非常绅士 非常懂礼貌 这样优秀的男人 怎么可能不讨人喜欢呢 我不觉得自己出轨有错 更好的男人谁不愿意喜欢 其实很多女人都容易跟身边的熟人产生婚外情 当她们的老公对她们不好 或者说婚外的熟人比老公更好时 她们内心的天秤就会产生倾斜 很容易做出背叛婚姻的事情来 每个女人都可能在婚外 遇到比老公更靠谱更优秀的男人 也可能日久生情 但婚姻是一直约束 人不应该面试婚姻的束缚 在婚外游着心意过日子 这不仅是不道德的 最终也可能害得自己里外不是人 丢了婚姻 坏了自己的名声 女人应该重视 自己的名誉胜过婚外那短暂的爱情 二 中年女人发生婚外情 大都是这些原因造成的 很惭愧 通常来讲 中年女人不会轻易发生婚外之情 她们经历了生活的洗礼 懂得珍惜 一心想把日子过得幸福 不过 如果中年女人在婚姻里 没有得到男人的疼惜 受尽了委屈 一次次失望 让她们看不到未来 就容易失去信心 这时 她们对男人会很失望 觉得当初嫁错了人 自己辛苦了半生 却没有换来该有的幸福 从而会否定现在的一切 等到她们在外面遇到了真正关心自己的男人 很容易滋生出某种暧昧的情愫 甚至对爱情重新产生强烈的期待 因此 有些中年女人会发生婚外情 其实是由于婚姻不幸 以及被男人彻底伤害以后 变得心如止水 不得不出去寻求一份安慰与呵护 这就需要男人用心对待中年女人 不要让她们心凉 以免将她们往外推 说到底 中年女人发生婚外情 大都是这些原因造成的 一 辛苦了大半生 却没有换来幸福 中年女人 自从结婚以后 就全心全意操持家庭 希望日子越过越好 她们放弃了自己体面的工作 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热衷打扮 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家里 渐渐熬成了黄脸婆 可是 当她们费尽心思 付出了一切 把所有的青春和热情都付出以后 却没有换来该有的幸福 渐渐就变得心凉了 尤其是男人不能体谅她们的辛苦 看不见她们的付出 不能做到理解和尊重她们 更加让她们失望透顶 甚至 她们被男人不停地数落 原本早已委屈的心情 得不到安慰 情绪不能释怀 久而久之就心灰意冷了 所以 一旦中年女人觉得 所有的付出不值得 就会对婚姻失去信心 觉得没办法继续走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 她们身边一旦出现 某个关心她的男人 就会瞬间打动她的心 当中年女人在外面得到了安慰 感受到了被人呵护的感觉 就会渐渐失去自我 对比之下 中年女人觉得自己以前辛苦了大半生 却没有幸福可言 反而被男人辜负了 很不值得 尤其是现在 她得到了别人的关怀 体会到了被爱的质感 前一末话中 就觉得外面的更加温暖 于是 她们不想回去 对婚姻有了一定的抵触心理 从而沉迷在婚姻外的感情里 二 被男人无情的伤害 彻底看不到未来 在婚姻里 如果中年女人 被男人无情的伤害过了 她们会特别痛苦 以至于看不到未来 比如 男人经常指责她们 从来没有关心和疼爱她们 甚至发生婆媳矛盾以后 也没有站在她们一边 当中年女人 为这个家庭付出了自己的一切 却始终没有被婆家用心对待 甚至被当成了外人 最终就会磨灭她们的希望 于是 她们对男人彻底心寒 对婚姻没有了任何期待 以后也不会再付出了 但凡这个时候 外面有个男人来疼惜她 呵护她 给她想要的温暖 就能很快融化她的心 事实上 大多数中年女人 在婚姻里 都承受了太多的痛苦和委屈 她们以前天真的以为 只要自己辛苦付出 全心全意操持家庭 用心照顾家人 就能得到男人的疼惜 得到想要的幸福 可是 她们耗尽了大半生 到了中年才发现 自己的想法太幼稚了 男人根本就看不到 她们身上的好 对她们的一切付出 都当成理所当然 当中年女人彻底死心了 就会对外面的爱情 产生很大的期许 所以 她们经不起异性的撩拨 一旦从别人身上 体会到了爱的温暖 以及被人呵护与疼爱的幸福 就会发生婚外之情 三 被坏男人撩拨 上当受骗了 巴尔扎克说 其实假装的爱情 比真实的爱情还要完美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人都受骗了 的确 有些坏男人就是如此 她们一旦看准了喜欢的中年女人 就会想方设法去撩拨 在中年女人面前 这种男人伪装得很深情 经常做一些让中年女人感动的事情 而且 她们能说会到 知道中年女人喜欢听肉麻的情话 总是给她们营造浪漫的仪式感 同时 她们舍得付出一些物质 以此来打动中年女人的心 这些手段加在一起 很容易攻破中年女人的心房 所以 中年女人一旦遇到了这种处心积虑的坏男人 很容易被她们糊弄 这种男人 恋爱经验非常丰富 在撩拨中年女人的时候 她们软硬兼施 步步紧逼 让女人无力招架 一旦中年女人松口 或者给了她们一丝机会 她们就会肆无忌惮 纠缠不休 最终将中年女人追到手 就这样 中年女人渐渐走入了婚婚 被坏男人欺负了 等到事后清醒过来 才发现自己很傻 可是 一切都已成为事实 她们终究会为自己的不当行为付出代价 所以中年女人 一定要远离坏男人 不要跟那些渣男纠缠 当你坚持原则和底线 誓死不从 她们根本就拿你没有办法 希望男人能够疼惜身边的中年女人 只要你多关心她 陪伴她 真正走进她的心里 她肯定会一辈子对你不离不弃 同时 也要提醒个别中年女人 婚姻不易 还是要恪守忠诚的底线 不要在婚内做出越界的行为 否则 等到关系败露以后 等待你的肯定是巨大的麻烦 以及付出惨痛的代价 幸福的婚姻 不在于金钱和物质的多少 而在于夫妻双方相互关心和理解 有相濡以沫的决心 才能真正白头到老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